激凌获得球权 先把球给兰德里 可兰上前动作有点大 所以先判一犯规 今年CBA也会有一些 规格上的改动 叫加强 尤其是对于防快攻这块 我们要随着比赛逐渐的来解读 上球速度很快 这里一个失误桥没有吹犯规 同样的打法 吉林一开始先把球打到兰德里手里 兰德里这两次都是选择了 把球传给队友 没有强攻 我们开始就防街球 因为两队今天比赛 在那里到篮下 在三人加击之下强打没有能够打成 其实这时候其实是更好的传球机会 但他选择自己强攻 把球 转换 对 新疆队这个赛季 用这个秋平指导的话说会提速 会试图用进攻来弥补防守 缺失 打更多的空手转换 是 现在每一球都是兰德里 兰德里造成犯规 兰德里打这个于长洞 在身高上没有优势 但是他是有经验的 对于兰德里来讲 这是他以往或者说在过去几年NBA里很少遇到的情况 就是之前他在NBA更多的是角色球员 上场之后呢 更多的是接球终结进攻 在这儿呢 他要去学会成为最开始或者最重要的发起点之一 除了自己攻还要去平衡要去带动队友 所以我们看看兰德里在新的角色当中适应的怎么样 这样吉林队也是得分了 高石岩去防亚当斯 一个背后运球就把人过了 险些又是一个失误 漂亮啊 这就是我们说孙天宁在侧应上的一个能力 但是可惜对球没有进 还是上篮不中 再给兰德里 篮下影要到很深的位置 强攻打进 兰德里身高啊 跟这个新疆队的两个内线相比并没有优势 但是在这个位置接到球不好防 对抗还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我们看吉林开场啊 五个进攻回合 求求找兰德里 新疆的回防速度还是很快的 几乎没让这个吉林打成过转换 这有把啊 对 新中林 下了脚步 但仍然是上篮不中 新疆队几个好机会没有把握住啊 党拆 这是第一次打党拆 犯规了 这球克兰的 推人了 克兰现在有一个 克兰两个犯规了吧 对 他就是在防守上 因为新赛季啊 这个劲儿有点大啊 在这里收着点 对 你们之前在呢 这克兰他的状态还不错的 但是之前在夏天的 那有一些伤 克兰推人了 克兰现在有一个 对 他就是在防守上 因为新赛季啊 劲儿有点大啊 得收着点 因为季前赛呢 克兰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但是之前在夏天的时候那有些伤 所以没有去替国家队打比赛 军队的竞争发起速度很慢 还要换防 包夹 断拉 阿卜杜沙拉木 漂亮 这就是李秋平指导说的 有机会通过防守 断球 打反击 这是高石岩的攻球转换 另外亚当斯呢 却是一个进攻能力非常出色的后场 这种跑起来呀 机会是很容易把握住的 转换 集中阶子转换也是很快的 这球非常可惜 被阿卜杜沙拉木非常高的 这个 又高大 又臂展又好 这个风盖 好球啊 反空位 三分分空 新疆队本场比赛第一个三分 这样呢 反超了 从阵地进攻的进攻威胁上来看啊 新疆队的选择还是要多很多啊 这也采现了 这是个回线球 那这新疆队实际上现在通过他这个外线扩大的紧贴着防守啊 给吉林队的外线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 就是他有失误 有被断啊 有采线 回线那种失误 那刚刚你回线有点争议啊 我感觉是新疆队的球员往回拨的啊 可兰下场换上的熙热 看看熙热的状态啊 这熙热是我之前看的夏天还可以 掌拆之后上抢 又空了 上来之后熙热第一次就获得了空位的机会 对 这三分分有点平 高世言 高世言 你看他是为什么吉林队今年非常重要的引员呢 他来这打一年至少 那么应该说辽宁队把他让出来也是因为怕浪费的青春啊 就是说你别在我们辽宁队打不上球 在这能够好好的体会当那个重要球员的感觉 嗯 新松林 新松林 新松林这两个球没进来 但是篮板球二次进攻还是没进三头不中 新松林已经抢了三个进攻篮板球了 对 他这篮板球多 但是呢没得分 好球 那这也是整个这个吉林的风格里 给到快下连 呜 抢回来了 漂亮 看看这球 开场一并没有投 给球啊 高石岩并没有投 给球啊 哦 这个球没有给人的理啊 他应该第一时间给到 强攻 没有能够打尖 提速 新疆队提速提的真快啊 把球 空位 打得非常简练 又是前场板 第三次 三分出手啊 慢用够 两个队事物都有点多 毕竟是赛季的第一场比赛 两个队事物都有点多 毕竟是赛季的第一场比赛 现在队命中两个三分啊 现在队加击 其实外线是有机会的啊 湖顶上有机会 兰德里选择了自己的投篮 所有的这条防线呀 中线 非常的拥挤 雅当时再来 呃 从 篮板的优势上 这个新疆是明显的 转换速度上 新疆的优势也很明显 进攻武器更多 呃 但是呢 在场面上和得分上 呃 他们在回防让对手打成了几次轻易的转换进攻 对双方现在是时评 哦 哈哈哈哈 对土机一样啊 明显体重不同 西若 迎着 墙头 就是孙冬林的助攻 啊 打尽 孙冬林的这种撤影能力确实体现的很高速 啊 我是觉得今年就是随着周琦离开 包括布拉切啊 这个一时半会打不了啊 孙冬林啊 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能够去抢篮板 也能够很好的传球 看这个传出来了 这条 漂亮 哎呦 可惜上来 有篮板球 啊 反归来这里跟 新疆是 对持球人的压迫是非常性战 往往是两个人去争着一个球 你在哪三个人去抢篮板 那一三个人去抢篮板 下跌了 了 武也是 пос waveform 这种再结束呢 智下 他 sleeping 我侭契 这种 这边孙通林的四个篮板球 他就是二次进攻的时候 效果不好 把鱼长洞换下去 像孙明洋来 今年他们为了应付冠军阵容内线 两个人缺失 做了很多的这种调整 就是理智导的调整 包括这个平常打球时间比较少 孙明洋也获得了机会 发球不中 里根扒起来就中 这就是绝对的根能力 防守并没有失位 三分命中率上新疆是占着优势 应该至少是命中三个三分了 这个扇了 这个出手有点太不谨慎了 三打二的球 传了对 那里比分要拉开 看一下吉林队会不会 因为他们今年把邓华德换了 换成了韩国的教练叫金融直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在客场 一旦的比分被拉开 一样想追过来 难度大 连续的掩护 踢回 防守 换人非常积极 失误了 这球 船的不好 这个时候我觉得 就找机会 吉林队得停下 要不就换阵容 要不就换小白猿也行 是吧 因为毕竟打了有七分多钟了 限于这个CBA的规则限制 你在四节里边六人次 就是有两节 你只能打单白猿 漂亮 真难 压哨命中 绝对的个人能力 亚当斯看来 那个状态非常好 就是他在整个夏天的训练 各方面的准备 都是对得起一个冠军队的核心的 八分的分差 这是打停了比赛 我们稍事休息 待会儿回来 看CBA来腾讯体育 看CBA来腾讯体育 让我遇见你 看CBA来腾讯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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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遇见你 我是胡金秋 看CBA来腾讯体育 让我遇见你 我看CBA来腾讯体育 看CBA来腾讯体育 我爱腾讯体育 我们看新疆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现 这一球 你跟刚刚在这个你脚子 三分拔干拔 其实都不是好的进攻机会的创造 但是我有个人能力 这个要走翻进来 站在旁边穿夹克的 这是他们的老板 现在是孙军 当然不但是CBA来 也是咱们中国国家队的神头手 新疆队在第一阶段 打了八分钟 那个八分钟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防守凶悍 反击凶悍 它造成了吉林队 有多次在外线的失误 我们看新疆队是把自己的内线 准备要替换场场了 那吉林队不换 还是用蓝德里 现在换了这个外线的 一号位换了三号姚天一 因为他不用了外呢 就节奏打慢一点 用蓝德里打 还是没有能够得分 最靠谱的 最放心的就是蓝德里 但是蓝德里单打呢 也没有能够创造很好的得分机会 人家打多了呀 人家都知道了 这个就是还得还得多人打 好球 好球这个什么啊 选球三球 外线来的非常的关键 这是二十号泰里轮 他们那个国内的年轻人还是挺多 加上今年又补充了一批 哇 里根 往外给 好球 里根就喜欢在这个角 俩了 重要的多分手 对 练得正好 哎 防守突然走神了 你看没有 关键是外线呢 露得很快 内线啊 也没反应过来 亚当斯 在这个阵容里边啊 没有特别明确的一号位来组织进攻 反正亚当斯就是自尊打 嗯 想象没有接好 亚当斯 自己再来 纯个人能力的展示 对 这就是我说的 就没了布拉切以后 这个队没有组织后卫 那你看谁来这个组织进攻呢 二加一球 这是肖恩朗上场了 我们来看看肖恩朗的这个展示啊 到底是怎么样的 呃 在吉林那边也是条 你上大外园 我上小外园 这就是戴怀博 对 韦福和戴怀博上 韦福呢 是一个出色的得分能力的这个点 戴怀博可以拉开空间 一个四号位 因为吉林队呢 多年来跟那个孙军啊 跟新世纪 梁老板的关系是非常好 呃 当年有过合作关系 那么也是多次 就是互相输送球员 尤其是吉林队 也是为他们输送了一些 现在呢又把那个大怀博 才24岁就送给这个吉林 去年打的还可以 对 他有特点 孙同龄呢 就是梁老板 新世纪送给这个 呃 送给新疆的 嗯 高工 哎 杜ó 说 吼 说 重 吼 走 走 往后 差 地 撤 两 撤 撤 撤 撈 撤 撤 虽然船子漂亮 但是呢 把这枪抢了下来 刚来之后也是个人强估 那么 李秋冰指导的思路啊 你能看出来 在首发阶段 亚当斯打一 个人攻击为主 侧应方面 内线的 孙东明干的比较多 轮贯阶段 王子瑞打一 他的内线是用着这个小龙老爷 他毕竟不是个侧应型中风 这样呢 解决两个不同阶段 全队组织进攻的问题 那总而言之呢 这个是 是比上赛季要来的 稍微在主阶段方面要差一点 不过第3 又一个就丢了 动作小一点啊 这样就是两回来一点啊 追的还剩下1分 新疆队这个阵容现在没有什么攻击力啊 就是 萧远朗上了之后啊 不熟悉啊 因为不熟悉 那大伙感觉不太能闹到一块儿现在啊 跟我这球打的 北伏就是造成了里根的犯规 新疆在历史上多次更换这种 4号位或5号位的那个大队 换过很多人 嗯 联名 其实也是从辽宁来的 对 很有经验的一个老家 第一阵里在 与第5号号的时间后 维持球队一二二游蓝 新疆队 加油 新疆队 加油 新疆队 加油 因为新疆队已经早早的是午饭了 这样的 韦夫是站在发球线上 要反超了 韦夫要这个头头篮感受一下 他是一个头篮非常出色的这个球员 身体能力也很好 等让他找到手感很危险的 他那年啊 怎么后来就不见了 就跟山西队了 最后几个人有一次急了就摔引了 然后被停了比赛 被CBA停了比赛以后 索性就不来了 因为那天合同也正好结束 感觉不来了 这是基林回了一个9比0 这二阵容新疆队很陌生啊 没有组织效应 两个很重要的组织点缺失了 一个是孙通林 一个是亚当斯 这个阵容看看 王子瑞能不能把球带动起来 王子瑞你得攻 你要不攻你是传不了球的 倒是里根那种啊 他能攻所以有时候里根能传点球 卫福又获 一步破掉 好机会空位 又是姚天忆啊 刚才进了一三根的 是 现在这球倒地抢回来 应该先出界了 嗯 所以球权是 新疆队的 还有第一阶的最后一攻 10.2秒 我们看10.2秒 邱平主导把 给当次换上场了 让他上来打的最后一攻 这球是不算 先吹了犯规 呃 吉林队应该还是犯规没有倒数啊 这样给这一攻 留下的时间只剩4.8秒了 好 himself 有点 催了联名的犯规 两次罚球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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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就放街球 李同琳的挡拆掩护 但传球呢还是失误了 因为两队今天啊比赛 蓝德里到篮下 在三人加击之下强打没有能够打成 其实这时候其实是更好的传球机会啊 在他选择自己强攻 到球 太好了 转换 对 新疆队这个赛季用这个秋平指导的话说会提速 会试图用进攻来弥补防守方向的缺失 打更多的空手转换 是 现在每一球都是蓝德里 蓝德里造成犯规 蓝德里打这个鱼长洞呢在身高上没有优势 但是他是有经验的 是 对于蓝德里来讲啊 这是他以往或者说在过去几年NBA里很少遇到的情况 就是之前他在NBA更多的是角色球员 上场之后呢 更多的是接球终结进攻 在这儿呢 他要去学会成为最开始或者最重要的发起点之一 除了自己攻还要去平衡要去带动队友 所以我们看看蓝德里在新的角色当中适应的怎么样 像机灵队也是得分了 高石岩去防亚当斯 一个背后运球就不然过了 险些又是一个失误 漂亮啊 这就是我们说孙铃铃在侧应上的一个能力啊 但是可惜对球没有进 还是上篮不中 再给蓝德里 篮下已经要得很少 被断啊 有踩线 回线这种失误 刚刚你回线 有点争议啊 我感觉是新疆队的球员往回拨的啊 格兰下场 换上的熙热 看看熙热的状态啊 这熙热是我之前看的夏天还可以 奖拆之后上抢 空了 上来之后熙热第一次就获得了空位的机会 对 这三分有点平 高世言 高世言你看 他是为什么吉林队今年非常重要的引员呢 他来这打一年至少 那么应该说辽宁队把他让出来 也是因为怕浪费的青春啊 就是说你别在我们辽宁队打不上球 在这儿能够好好的体会 当那个重要球员的感觉 金中林 金中林没劲点 球没进 这是篮板球 二次进攻 还是没进 三头不中 金中林已经抢了三个进攻篮板球了 对 他这篮板球多 但是呢没得分 好球 那这也是整个这个吉林的风格 李安 给到快下连 呜 抢回来了 漂亮 看看这球 开场一并没有投 高世言 高世言并没有投 哦 这个球没有给他的李安 应该第一时间给到 自己强攻 没有能够打尖 提速 新疆队提速提的正快啊 好球 空位 打得非常简练 又是前场板 第三次 三分出手 两个队 两个队事物都有点多 毕竟是赛季的第一场比赛 新疆队命中两个三分了 先得加击 其实外线是有机会的啊 湖顶上有机会 蓝特里选择了自己的投篮 所有的这条防线呀 中线 非常的拥挤 雅当次再来 从蓝板的优势上 这个新疆是明显的 转换速度上 新疆的优势也很明显 进攻武器更多 但是呢 在场面上和得分上 他们在回防 让对手打成了几次轻易的转换进攻 对双方现在是时评 几线球啊 他推土机一样啊 明显体重不同 齐乐迎着墙头 又是孙通灵的助攻 打尽 孙通灵的这种撤影能力 确实体现得很之处 我是觉得今年 就是随着周琪离开 包括布拉切 我们看就是新疆个人能力的 一个展现啊 这一球 你跟刚刚在这个底 脚子三分拔三拔 其实都不是好的 进攻机会的创造 但是我有个人能力 这个要走翻进来 站在旁边穿夹克的 这是他们的老板 现在是孙军 当年不单是CBA了 也是咱们中国国家队的神头手 新疆队在第一阶段打了八分钟 那个八分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防守凶悍 反击凶悍 这个它造成了吉林队有多次在外线的这种失业 我们看新疆队是把自己的内线准备要替换上场了 那吉林队不换 还是用蓝德里 现在换了这个外线的 这个一号位换了三号 姚天忆 因为他不用老外呢 就节奏打慢一点 用蓝德里打 还是没有能够得分 最靠谱的最放心的就是蓝德里 但是蓝德里单打的也没有能够创造很好的多分机会 人家打多了呀 人家知道了 这个就是还得还得多人打 好球 好球这个是什么 外线来的非常的关键 这是二十号蔡里罗 他们那个国内的年轻人还是挺多 加上今年也补充了一区 哇 里根往外给 好球 里根就喜欢这个奖 俩了 重要的一个分手 哎 防守突然走神了 你看没有 关键是外线呢 露得很快 内线也没反应过来 在这个阵容里边没有特别明确的一号位来组织进攻 反正亚当斯就是自个打 这就是我说的 没了布拉切以后 这个队没有组织后卫 那你看谁来这个组织进攻呢 公子锐 搭配着跟肖恩朗一块上 是一个船子漂亮 但是呢 他就抢了下来 上来之后也是个人强孤 那么李秋冰指导的思路啊 你能看出来 在首发阶段亚当斯打一 个人攻击为主 侧应方面内线的孙公灵干的比较多 轮贯阶段王子瑞打一 他的内线是用在这个相容揽 因为他毕竟不是个侧应群中风 这样呢 解决来解决两个不同阶段 全队组入进攻的问题 那总而言之呢 这个是比上赛季要来的 稍微在组入进攻的方面要差一点 他又失误了 动作特小一点啊 这样就是两回来一点啊 追的还剩下一分 新疆队这个阵容 现在没有什么攻击力啊 就是萧远朗上了之后啊 不熟悉啊 因为不熟悉 那大伙感觉不太能闹到一块儿现在啊 从我这球打的北伏 就是造成了里根的犯规 新疆在历史上多次更换这种 四号位或五号位的那个大个儿 换过很多人 联名就是也是从辽宁来的 很有经验的一个老家 因为新疆队已经早早的是午饭了 韦福是站在发球线上 要反超了 韦福要这个投投篮感受一下 他是一个投篮非常出色的这个球员 身体能力也很好 等让他找到手感 挺危险的 他那年啊 怎么后来就不见了 就是山西队 最后几个人 有一次急了 就摔引了 然后被停了比赛 他有特点 孙同龄的 就是梁老板 新日记的送给新疆的 嗯 坐着这碗 啊 冬子瑞搭配着跟肖恩朗一块上 跪 这个船子漂亮 嗯 但是呢 把这车抢了下来 嗯 刚才之后也是个人强孤 那么李秋冰指导的思路啊 你能看出来 在首发阶段亚当斯打一 个人攻击为主 侧应方面内线的孙宫林干的比较多 轮贯阶段王子瑞打一 他的内线是用在这个小龙老 因为他毕竟不是个侧应群中风 这样呢解决两个不同阶段 全队组入进攻的问题 那总而言之呢 这个是比上赛季要来的 稍微在组进攻方面要差一点 不过第3位又15了 动作小一点啊 这样就是两回来一点啊 追的还剩下一分 新疆队这个阵容现在没有什么攻击力啊 就是啊 小米朗上了之后啊 不熟悉啊 因为不熟悉 对 那大伙感觉不太能弄到一块儿 现在还 如果这球打的 北伏 就是造成了里根的犯规 新疆在历史上多次更换这种 4号位或5号位的那个大个儿 换过很多人 联名 其实也是从辽宁来的 对 很有经验的一个老家 因为新疆队已经早早的是午饭了 韦夫是站在罚球线上 这要反超了 韦夫要这个投投篮感受一下 他是一个投篮非常出色的这个球员 身体能力也很好 等让他找到手感 吹了联名的犯规 两次罚球 罚球 罚球两次 2 shots 一将25分队 进修卖人 第一节比赛呢 双方的失误多成功率不高 所以呢 这比分相对要低一点 按照CBA的风格呢 第一节比赛 弄得30对30的做法是很正常的 是 这样呢 第一节比赛结束啊 新疆队在自己的主场是一分 领先着吉林 第一节过去之后呢 双方二三节都能把自己的双方员放到场上了 通常这是球队展示实力的时候 咱们来等待着 看看双方第二节比赛的对抗 这是第一节双方的数据啊 三分球 新疆队得到了12分 这是最大的一个差别 双方的失误都不少 尤其是吉林嘴 失误了六次 来 回到眼目时 我们把时间给小楠 好的 那我们在这个暂停呢 还是来看一下我要上暂停 看一下网友们发给我们的 关于你们的CBA的故事 来看一下 这位网友呢 叫克比布莱恩特 他说大致走之后呢 发一根上海的总决赛 那是小巨人的最后一个赛季 看了那一轮系列赛 姚明那一线 鱼曲与球 而巴依这边 刘一栋把爵士来的本卧 打成了筛子 一晃15年过去了 好久 15年前 真是老球迷了啊 正经看过 这是姚明去NBA之前 夺冠的那一年 02年 对02年 拿完冠军就走了 拿完冠军就走了 那时候的主教练是李秋平 李秋平就是现在 效力于新疆 来 来看下一张 Candy 他说最爱的球员一个 也是中国最好的球员 希望他可以保持良好的身体 远离伤病 为第九贯加油 也祝阿联生日快乐 来 明天咱们转 明天转 前两天是这个阿联的生日 昨天前天 他可能还是 昨天前天发的 对对对 明天是广东得比 广东得比 打这个新世纪 应该是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 新世纪呢 去年是进了四强 表现得很出色 但是在季后赛里 还是输给了广东 今年广东夏天变化很大 走了高尚 走了这个董汉林 从南 非 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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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